哎 你真不担心冰块脸和那个阿兰若有点什么 燕尺雾掉耳郎当地坐在椅子上 看着对面正在喝茶的东华吐槽着 东华真是烦头燕尺雾了 这么一会儿一直在自己耳边叽叽喳喳 东华的脸越来越冷漠 最后干脆封了自己的听觉 燕尺雾看自己无论在东华身边说多少 东华都是一副不理睬的模样 哎 你这是对冰块脸也是真爱啊 燕尺雾感慨道 又看了看旁边正一脸巴巴地瞅着对面军杖的姬衡 刚才还都这昂扬的脸立马就变成了苦瓜脸 姬衡什么时候能看看我啊 这冰块脸都左拥右抱了还不放弃 凤九终于和阿兰若走出了军杖 那我就为你们安排军杖了 阿兰若对着凤九说道 凤九点点头 阿兰若转身走远了 凤九快步走到东华他们的杖子 冲着坐在桌边的东华走去 没想到这短暂的路中间竟然还有阻碍 老师 您怎么样 姬衡看到凤九出来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连门快步走到凤九身边满眼深情地关心着 无视 凤九皱着眉退后了一步 燕尺雾也粗溜溜地看着他们 凤九绕过姬衡走到了东华旁边坐了下来 东华看到凤九回来了挥手将听觉解开 亲手给凤九倒了杯茶 怎么样 没什么事了 明日我们就去王城 凤九端起茶杯抿了抿 润了润嗓子 也好 东华满意地点点头 他总不能一直跟在凤九身边 有些事情只能他自己去办 所以要不断地锻炼凤九的能力 一个君王应有的能力和魄力 那我们是要在这破军杖中住一宿 燕尺雾站起身有些不满地说 嗯 你可以选择在外面的草地上 东华毫不留情面 七 老子选择军杖 用最霸气的语气说着最怂的话 开玩笑 外面都是鲜血和残枝 就算是魔族也受不了啊 帝君 阿兰若回来了 不过阿兰若怯面有为难 嗯 凤九示意阿兰若接着说 帝君现在只剩下三间军杖了 不知怎么分配 阿兰若轻皱着眉 实在是空不出多余的了 伤员太多了 本君和小燕壮士主一间 剩下你们一人一间 凤九觉得自己这个安排好极了 反正他现在是男人 总不能和姬恒睡在一起吧 没想到却听到了两道拒绝的声音 不行 东华和燕齿武同时喊道 燕齿武拒绝是因为 没有那个男人能容忍自己和秦迪 睡在一起的 东华不同意是因为凤九 面对燕齿武那张娇媚漂亮 可是痴迷得很 更何况怎么能让凤九 和一个男人睡在一起呢 老师 不然还是奴家和凤九 殿下一个房间吧 姬恒温柔地帮着凤九解围 凤九仔细想了想 也行 正好可以让毕君和姬恒培养培养感情 凤九刚想点头同意 不行 东华黑着脸拒绝 东华表示现在一看见姬恒他就脑袋疼 真是烦死了 一点都不像小白直白可爱 那凤九殿下想怎么办 姬恒询问着东华的意见 我和他睡 东华指了指旁边的凤九 在场的人都愣住了 这怎么行 凤九吃惊地质疑 姬恒和小燕也有些不解 又不是没睡过 东华挑着眉瞥了一眼凤九 那也是 都是自己的身体倒也没什么 凤九思索了一下点了点头 那就这样吧 老师 姬恒中着眉语气充满了委屈 燕池武倒是赞同地点点头 这么冰块脸和白凤九在一起了 自己就有机会得到姬恒的芳心了 阿兰弱 就这么安排吧 凤九向阿兰弱说道 阿兰弱倒是饶有兴趣地看着东华和凤九 看来不像是单相思啊 东华和凤九跟随着阿兰弱来到了一处较为偏僻的军帐 这就是了 我就先退下了 阿兰弱恭敬的行李便走开了 东华抬起帘子走了进去 虽然简朴到还算是干净 这屋子里只有一张床和一个衣架子 连桌子都没有 东华缓缓走进去坐到了床边 凤九也跟了进去 看着面前的床认真地跟东华讨论道 你睡里面还是外面 东华看着凤九认真的表情有些想笑 里面吧 好 凤九得到回答后就将外衣脱去挂在了衣架上 你脱这么早 东华挑眉看着凤九的举动 现在也没什么事 早点睡呗 凤九软眼真诚地看着东华 很认真地说道 那也好 东华点点头将外衣也脱了下去 反正他俩都是面对自己的身子倒是没有什么好害羞的 没想到这是一个身影竟然紧直地闯了进来 老师 奴家熬了些汤 几横衣进来就看见两人正在脱衣服的举动 东华皱着眉 真是很烦躁 老师 你们怎么可以 凤九有些做作地想要哭出来 凤九真的觉得有些头疼 给东华眼神示意他 东华黑着脸将挂在衣架上的外衫又穿了回来 对着几横冷冰冰地说道 你出来 我有话说 东华直直地走了出去 而几横竟然委屈地看着凤九 凤九只好无奈地指了指外面示意几横出去 几横只好端着汤又走了出去 来到了正在等他的东华身旁 凤九殿下找奴家有什么事吗 几横温柔地说着 也隐藏着眼底的恨 不要总是缠着我们 东华冷冷地看着几横 凤九殿下说笑了 奴家不过是关心老师而已 更何况殿下有什么资格在命令我呢 几横对东华的说辞表示嘲讽 他不喜欢你的关心 以后也不必自作多情 横 如果你还如当年那样对着敏苏痴心 我倒是还能高看你一眼 现在这副模样也当真是对不起你父亲的遗验 东华直白的话语像是一把刀直直的刺向 几横那颗充满极度愤恨的心 几横的面色瞬间苍白 老师他竟然什么都告诉你了 几横的那些秘密其实只有东华一人知道 我与他的关系不是你能比你的 以后离我们远一点 东华快步地走回军帐 老师会选择谁还不一定呢 几横极度冲着东华的背影说道 那也不可能会是你 东华淡淡地留下一句就钻进了帐中 几横气得将手中的汤狠狠地砸在地面上 如果当年我没有逃婚 这帝君就是我的了 怎么可能会轮到你在我面前放肆 几横的脸因为极度和愤恨开始扭曲 指甲紧紧地扣在手心里 这么快就回来了 凤九躺在床上无趣地翻滚着 就看到东华气飞着脸进来了 嗯 看见凤九 东华的脸倒是恍惚了不少 你们吵架了 凤九看着东华不太对劲的神情愣道 东华皱着眉 没有 就是和他说清楚 对于女人你要用心哄 凤九给东华策划着 眼底酸色隐藏在漆黑的眼眸下 哄 小白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解 东华听到凤九的话有些不理解 你不是怕激横误会吗 你是不是对我们有什么误会 你 你不是喜欢激横吗 凤九转动着眼球不敢也东华直视 怎么可能 东华直截了当地拒绝 这个回答让凤九的心高高悬起 那你当年怎么会 娶她 凤九瞪大眼睛看着东华 不过是他父亲的遗愿罢了 本来是想帮他逃离魔族的 谁知道被厌池物破坏了 倒是现在的纠缠让人烦心 东华第一次对别人解释着自己所做的事情 凤九那一刻好像感觉花开了 真的 什么都隐藏不住凤九双眸中的欣喜 当然 东华不知为何看着凤九的表情 刚才在几横那里的坏心情都烟消云散了 凤九自然是高兴 既然帝君没有喜欢的人了 那也就是说自己还有机会 东华脱掉外衣也上了床 迈过凤九躺在了床里面 两个人一个姿势地躺在床上的望着帐顶 凤九隐藏着心底的爱意 他怕自己的爱会像几横一样给东华带来烦恼 凤九给自己打气 这两千年都等的了 就算再等几万年又能如何 真希望有一天能带帝君去清秋看星星 凤九偷偷偷瞋过脸看着东华心满意足地笑了 眼中满是深情 正在闭着眼想事情的东华或许不知道 他身边的这个人爱他爱到了骨子里 东华闭眼思索着刚才几横的话 这数十万年自己从来没有动过想取缔后的心思 若是真要选择一个人 小白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无论是小狐狸 宋贤人还是白凤九对于他来说虽非男女之情 但终究是与别人不同的 或许自己有些喜欢上他了 东华一向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也一向雷厉风行 既然是我的东西那么谁也带不走 东华这一刻已经将凤九视为所有物 只不过如何让小白喜欢自己倒是个难题 东华睁开眼时 一旁的凤九已经睡着了 平稳的呼吸声好像催眠曲一般 东华也在不一会以后沉沉地睡去